中国港澳地区豪门后代 年轻一代目前看着比较有前途的也就两位了吧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 豪门生活在公众面前展现的也越来越多 中国港澳地区有许多顶尖豪门 有像何游君这样高智商的豪门公子哥 也有像何超云那样自在半生的真白富美 许多人眼中的富二代都是以享受生活为主的 其实不然 精英教育出来的豪门继承人们也都是非常优秀的 年轻一代目前看着比较有前途的 当属霍英东家族的霍启刚和郑玉彤的孙子郑志刚 霍启刚大家就比较熟悉了 霍是家族的初代掌舵手霍英东是他的祖父 霍英东又是家庭有重大变故 生活相当拮据 战争结束后霍英东将目光投向了博运行业 孤注一致地把所有钱都投了进去 赚了钱后具有前瞻性眼光的他 做起了房地产生意 巅峰时期打破了香港房地产生意的最高纪录 郑志刚是周大福珠宝创始人郑玉彤的孙子 郑玉彤也是富二代家境富裕 父亲是广东的绸缎商人 因为战争原因郑玉彤来到了澳门 郑玉彤的父亲有一之友叫做周志远 周志远不仅是郑玉彤父亲的好友 还是他的岳父 更是周大福珠宝的创始人 周志远去世后 郑玉彤继承了周大福珠宝金行 依靠敏锐的商业嗅觉 周大福珠宝金行在郑玉彤手下愈发强大 郑氏家族也成为了与郭德胜 李肇基 李嘉诚家族齐名的四大家族之一 小说都不敢这么写 郭晶晶和霍启刚的爱情童话 就是现实版的豪门偶像剧 霍启刚的太太郭晶晶是奥运冠军跳水皇后 她与郭晶晶的世界冠军下架霍家的爱情故事 也是打动了许多人 有三房太太的霍英东子嗣并不少 霍英东去世后不久 霍氏家族内部就出现了分裂趋势 作为敌长孙的霍启刚 并未选择接手祖父的商业帝国 而是选择了从政 大代在霍英东带着七岁的霍启刚 去天安门看生气一世的时候 星星之火的火种就在霍启刚的心中种下了 霍英东早期投资了国运行业和房地产生意以后 并未止步于此 而是投资了更多的行业 一步一步走来 才创下了庞大的霍氏家族 他不仅是霍氏商业帝国的创始人 也非常爱国 在世时霍英东担任过诸多职位 晚年更是曾为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顺利承担奔走 霍启刚则继承了祖父的一波 他对体育也是极为感兴趣 霍启刚的出身注定了他有多余常人的试错成本 在从商从体走上试图之间 他最终选择了从政 霍启刚曾多次作为政协委员来北京开会 之前他参加了议员的选举 在香港地区人大代表的投票中排在了第二 当选了人大代表 未来可期 豪门后代多 郑玉彤的大儿子 但他最初并不受祖父的喜爱 郑玉彤更喜欢儿子家的孩子郑志恒 被偏爱的总是有恃无恐 小霸王一般长大的郑志恒 成了一个八卦小霸的常客 变成了臭名远扬的顽固子弟 作为对照组的郑志刚 却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了哈佛大学 遗传了郑玉彤商业天赋的郑志刚 在商海中可谓是叱咤风云 他创办的K11商场 成立的时间不算长 却闯出了硕大的名头 举办的时装秀齐聚社会名流 号称亚洲版Matt Galler 因中风住院的郑玉彤 也审视了下自己的子孙后代 最后理智地决定将自己的商业帝国 交给这个有出息的长孙 接手家族产业后 郑志刚一改郑玉彤在位时的保守态度 开始大刀阔斧的改革品牌的问题 还搭上了刘强东 让周大福走向了电商时代 这番操作让产业的营业额大幅度上升 郑志刚继承家族产业也不是很容易的 他的父亲郑家纯给他制造了不少麻烦 在郑玉彤葬以上 郑家纯身旁还站了两个疑似他私生子的人 但对于现在已经语意丰满的郑志刚来说 此时他的地位很难撼动